警方接獲報案 停車場女子尖叫求救 男子走下車自稱車主 但員警眼尖瞄到 副駕駛座女子一打開門 女子受到驚嚇 話都說不清楚 雙手被束帶捆綁 自稱車主的男子見瞄頭不對 試圖衝回車上 開車衝撞警察逃逸 但被員警攔下 男子扭頭就跑 男子逃逸 所以遭到警方壓制逮捕 還繼續裝傻 一開始還以為是男女朋友 爆發衝突 但疑問之下 才知道竟然是起搶劫案 晚間6點多嫌犯騎車到嘉義市 停車場隨機尋找犯案目標 看到女車主落單尾隨 趁她打開車門沒注意 用力一推把人推到副駕駛座 再拿出束帶捆綁雙手 搶走2000元現金 女子掙扎中被打破頭 附近路人聽到尖叫聲 打電話報警 這位嫌疑人 他是在民國98年 曾經有犯過類似強盜的案件 也是目前假設在外 嫌犯假設出獄 因為沒錢繳電話費再犯案 專挑落單女子下手 好險案發當時 父親剛好舉辦廟會 警方指揮交通 借貨報案短短一分鐘 迅速到場把人逮捕 記者厚國恩嘉義報導